华人新春摄影大赛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黄平大使出席并致辞颁奖 马来西亚驻纽约总领事阿米尔哈桑 世界文化艺术组织主席Francesco Rizzo Marano 以及多国驻纽约总领事外交官和各界人士 共150多人出席了此次活动 黄平大使在致辞中向来宾介绍了大赛的各个奖项获得者 并为2024欢乐春节全球华人新春摄影大赛优秀奖获得者 代表黄念全颁发了证书 同时他还宣布了 2025欢乐春节 全球华人新春摄影大赛的征稿启动 及一系列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安排 全球华人新春摄影大赛已经连续举办了九年了 在这九年当中啊 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朋友们都用自己的镜头聚焦中国的历史文化风景名胜 用镜头拍摄美好的图片来讲述中国的故事 传播中国的文化 这项活动非常的有意义 促进了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 也促进了世界各国人民跟中国的友好 此次大赛自2016年首次举办以来 吸引了世界各地数以万计的摄影师参与投稿 呈现了无数精彩作品 为大赛增添了无限魅力 2025年即将迎来大赛的第十届 至此十周年之际 大赛将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 并特别设计一本十周年纪念画册 回顾每一年的优秀获奖作品 展示大赛的辉煌历程 这次西春摄影大赛参加的这个摄影爱好者越来越多 今年好像创了新记录 总领馆也特别支持 所以这次我们在总领馆举办了这个最后的颁奖活动 非常可喜可贺 然后我们今天又宣布了 2025年的新陵大赛要继续搞 我们期待明年搞得更好 明年的活动我们安排了 就是说找一些工厂来赞助我们的奖品 然后呢我们在浙江做一些一系列的活动 然后就是包括颁奖典礼 包括作品展览 然后还有就是做一个摄影师采风活动 希望明年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十周年的纪念活动 谢谢大家 在活动期间 与会嘉宾一边品尝和美天下 美丽宁夏推介会带来的出自贺兰山的美酒 同时观赏了大赛的优秀获奖作品 这次活动不仅是对优秀摄影作品的认可 更是对华人文化的庆祝和传播 我们很幸运在这里 这是第二年一回来 我们在新亚新亚洲的美丽宁 订阅为中国的议会议 当于UNWCIO 这对我们是一个很棒的年 因为在合作与NAPA 我们再次订阅了第二次的议会议 所以我们很幸运 展示这个议会议 和所有的议会议 大赛不仅是摄影爱好者的盛宴 更是全球华人共同的节日 随着2025年征岛的启动 期待更多的摄影师加入这一盛会 共同记录和分享华人新春的喜庆与美丽 进一步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我们从今天开始 要进入到我们这项大赛的十周年 希望有更多的摄影家们 参加到这下活动里面来 拿起自己的镜头 聚焦中国拍摄更好的图片 来沟通中国与世界 特别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 相互理解和交流 促进中美人民之间的友好 推动中美关系健康友好发展 华人新春摄影大赛 通过展现光影之能 传递了深厚的文化魅力 为传播中华文化 与促进世界文化交流 做出了重要的解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